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大城乡基金会 执行长蔡普昌 今天很高兴来公司 为各位担任这个客座总编辑 分享集的报导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则报导 有关于三峡龙普里的反驳签的议题 那在这里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目前整个台湾的 这个尤其在都委屈的都市发展 一直在往所谓郊区的这个乡镇座蔓延 但是我们看到的往往讨论的是 着重在所谓的这个土地的开发的利益 而互利了整个在都市周围 这些乡村地区对整个都市发展 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在生态上的一个作用 那这一则报导提醒我们就是说 像三峡麦子园这样一个 既有城市的便利 但是也有乡村的这样人文景观 还有我们比较贴近土地 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其实是我们很多居住在都会区 已久的人非常像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更重要的是说 现在面对全球的气候变迁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整个台北已经 都会区的发展已经 其实已经超窄了 那其实需要桌边的这些 相对比较低密度的城镇 来做一个台北都会区 未来再面临这个气候变迁 都市防灾 或者所谓我们的气候调节一个重要的缓冲带 那因此这则报导其实提醒我们应该 在我们思考整个都会发展的一个过程里面 不能只在局限于这种有关于都市土地利益 房地产增值这样狭隘的一个局限 而应该有一个更宏观的从一个全球融化 气候变迁以及城乡如何协调发展 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我们未来 我们居住生活空间该如何有一个比较好的 面对这种气候变迁的一个因应的策略 接下来我们来为各位分享 有关于第二则的报导 那第二则报导提到是在嘉义县 足迹乡 金氏国小 这样一个已经确定要废校的这样一个偏乡小学 那其实在台湾的 尤其在中南部这个广大的农村地带 我们看到了很多农村因为人口的外流 然后人口外流所直接导致的后果 就是很多学校面临到一个被裁病校这样一个状态 那其实裁病校其实对一个 在这种比较是偏乡的农村或渔村这样的地区来讲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危机 因为当这个学校被废了之后 其实社区里面少数居住在这个社区里面的 一些青壮辈的一些家长 可能就会把子女往外送往附近的城镇 甚至整个家搬到这个邻近的都会去 那这个会导致未来这个农村人口 因为迁出而更加的凋零 当学校不在的时候 其实往往剩下就只是还坚守在社区里面的这些老人家 那当老人家也逐渐凋零之后 其实台湾整个你会看到 可能会有这种散村甚至废村这样一个后果 所以这一则报道其实提醒了我们不只是 因为各地方政府基于这个预算资源不足 而要实行这个财病校这样的政策 其实背后给我们更深刻的一个提醒 就是说当这个废病校背后 其实导致台湾农村一个最大危机就是散村甚至废村 那这个是我们我们整个社会应该来举起思考 怎么让我们这些农村地区还可以永续的一个存续下去 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 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是 有关于仁德社区志宏池的一篇报道 那从这篇报道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志宏池 它已经发挥了包括志宏景观 甚至运动休闲这样的功效 那其实在这个新闻背后 其实要告诉我们 其实整个面对气候变迁的这样一个 全球的危机状态下 既有的防水设施或者所谓的工程防火 已经不足以达到不淹水这样一个状态 那更重要的是说 因为整个过去都市的发展跟土地的 坦白讲很多都市的河川 或者是因为强调以造成的地表禁油 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溶水空间 那这几年政府也大意在推动 怎么样重新回到一个雨水共生 雨水共溶的这样一个 一个城镇跟都市的规划 那这一则报道刚好提醒我们 我们在面对这个气候变迁或暖化 或是这个强降雨 发生距离平冷的这样一个状态 尤其身处亚热带的台湾 夏天秋天很容易受到这个台风的袭击 那我们更应该要在我们未来 整个都市规划的土地发展 还有我们国土的空间结构 要为这未来的这个智洪 留下更多的这个溶水空间 那这一则报道也为我们开启了 这样一个新的有关于地方 或者什么都市雨水共生共融 这样一个新的一个防灾的一个视野